台北市东湖市场在昨天晚间发生了重大的车祸 一名15岁的少年偷开了外公的休旅车 撞死了三名无辜的民众 而当时这一名壮事少年是转弯之后一路的蛇行 先撞上了对象的骑士 然后这辆车再冲进了一家臭豆腐的名店 导致了包括了骑士 还有以及正在耐用的两名顾客 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 送医之后抢救不治 整起事件一共造成了有三个人死亡 两个人受伤 而今天最新是这一名少年坦言后悔 他想要道歉 但如今恐怕连他的家人 都要共同承担的是过失致死的罪名 东湖市场路口这辆休旅车沿路蛇行擦撞 里头驾驶甚至是只有15岁的少年 换个角度看 当时对象两辆机车都注意到异状停了下来 但其中一人仍被迎面撞上 整辆休旅车冲进臭豆腐名店 车祸第一时间一片混乱 臭豆腐店两名内用客人及路过骑士 全被压在车底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送医不治 整起事件造成三人死亡 两人受伤 肇事少年下了车坦承 是偷开外公的车酿货 重回车祸现场转乱出的这间臭豆腐名店 目前还是拉上了封锁线 而且可以看到棚下梁柱也被撞断 由于说发生严重死亡车祸 只能先暂停营业 收旅车撞进被封为东湖最强臭豆腐名店 当下老板娘与女员工被烫伤 至于尿祸的15岁少年则指出 是因为药汇车才会一时紧张 误把油门当成刹车 事发后自称第一次偷开车 为此感到后悔 更想向死者家属道歉 至于随身包包内被送出的两指烟蛋 连同尿液血液 一起被送往刑事局检验之后 确认没有毒品反应 从监视器回推跟现有状况回推的话 那应该就是无照驾驶 无照驾驶 然后跟超速的行刑所造成 由于少年未成年 不仅需要由父亲陪同制作笔录 警方下一步还要追查 外公对于车辆是否有保管疏失 如果认定有 就得共同承担过失致死罪名 根据了解外公月中才刚出国 没几天少年就偷开车 说是要去找朋友 除了背负三条人命 如今连同父亲及外公 也得父亲民事赔偿责任 东森新闻社会中心综合报道 深夜走入警局 无照少年的爸爸 口罩下神情凝重 心情悲痛 17号晚间 他直到接到警方电话 才得知儿子开车闯祸 根据了解 少年从小父母离异 跟外公外婆同住 直到上了高中 才搬来和爸爸住一起 17号晚上 他趁家人不在家 拿走车钥匙 开走外公的轿车 要去找朋友 但才出门不到五分钟 就撞上店家 酿成三四两张 少年平时在社群媒体 经常分享和朋友 一起骑脚踏车的影片 还自称曾经因此 被警察拦下来关心 和朋友危险骑脚踏车 搞掉发文 而事发前一天 他也在脸书 未成年购车社团 发文称要收购一台权力车 少年未满18岁 却急着长大 想骑车开车 闯下大祸 夺走三条性命 家属心中也悲痛 教育局表示 他今年就读高职餐饮建教班 平时在校表现正常 出缺情也没有异常 校方将持续联系家长辅导学生 针对学生无照驾驶问题 教育局与警方合作 追踪无照驾驶学生 必加强辅导 少年从危险骑脚踏车 到想收购机车 如今无照开车 步步错伤透加原心 东森新闻林玉泉杨洋 金安综合报道 无照少年驾车S型暴冲 甚至跨越到对象车道 短短几秒钟 其中一名经过的骑士 完全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推撞进小吃店 送一后伤众不治 面对突如其来的消息 家属难以接受 快步走进派出所 他们是卢性骑士的家属 走在最前头的是骑士的太太 焦虑难过的心情 不言而喻 事发后被警方通知 前往了解状况 不明白家人 怎么突然就出意外 根据了解卢性骑士家属细指 当时是在回家的路上 这一条路就是必经之路 太太听闻消息后 完全无法接受 如今提告过失伤害致死 希望为家人讨回公道 看看现场被撞的满目疮痍 可见撞击力道非常大 然而这起无照爆冲事故 当时也还有一个家庭 差点破碎 还原无照少年 在爆冲的过程 除了被撞的卢性骑士外 其实当下还有另一名骑士跟在后头 仅差一点点就会跟着被撞 事发后他的家人也在脸书留言 说第二台机车是我先生 竟然是这么千军一法的状况 实在太可怕了 家人遭撞身亡 目前家属得要等警方相验 只是歧视仅要返家 却遇上无望之灾 家属盼望未来司法能还给他们公道 东城新闻综合报道 接到通知后 搭计程车赶紧前往派出所 心情还无法平复 这三人是诚信死者的家属 他的太太 儿子跟哥哥 提着大包 小包抵达 在警方的陪同下 走进派出所 实在无法接受 家人好端端在小吃店吃东西 却还会无端 遭车撞 如今天人有隔 轿车冲进店内 事故发生后 就有人被压在车底下 完全无法动弹 为在东湖路上 非常有名的臭豆腐店 当时陈信南死者 就坐在店内用餐 另外还有名高姓女子 在意外发生后 送医纷纷伤众不治 这起意外酿成多个家庭破碎 让家属气到连夜发文 就有自称是死者家属的网友 在社群媒体发文 说其中一名死者 是自己的旧婆 在接到电话后 当下脑袋一片空白 之后更说 知道台湾的法律 对于未成年 肇事过失致死 绝对不会重判 但难道被害人跟家属 就要一辈子活在 阴影跟伤痛中吗 这样谁要 对他们负责 意外来得突然 家属面对恶号无法接受 家人只是好端端吃个晚餐 却被波及送医身亡 如今天人永隔 伤痛 永久 难愈合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台北内湖17号晚间 发生三死重大车祸 隔天一大早 老板回到店里查看 只见铁门拉下 拉起封锁线 他神情无奈坐在一旁 何时能恢复营业 还未知 他回家我没有跟他讲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要来看看 到底是怎样 当然会驾到 在他这里 到底哪里我也都不知道 我要靠反动 是别人 也是看人比较重要 这间门店Google评论 高达4.2颗星 一张张美食罩 台式泡菜配上酥脆臭豆腐 还有大肠面蟹和麻辣牙蟹 都是老涛拍下上传分享 然而车祸当下正值晚餐时段 40岁的陈姓员工 和41岁离姓老板娘 被油锅建起严重烫伤 据了解老板娘来自越南 来台湾经营臭豆腐摊十多年 这回遇上意外 腹部腿部遭到烫伤 送医治疗后没有大爱 已经回家休养 那个老板娘是 十几分钟她才过来吧 她跑出来的时候才过来 她说她这边好痛好痛 我赶快去拿那个烫伤的药 把它先磨一磨这样 因为她太太还好 她只说叫很痛 她说很痛很痛很痛这样 老板娘除了经营臭豆腐 也租售一旁摊位 承租的乳味老板得知消息 十分震惊 人很好啊 我们这边租了四五年 她都没有长过脚 她会跟我买乳味啊 对 然后偶尔她会买一个咖啡 给我们喝这样 少年吴兆开车闯上大祸 知名臭豆腐坛遭殃 整间店被撞烂 断期间无法一夜 东三圈的称呼 邀请台北报导 超过最新的消息是台北内湖 在昨天发生了严重的死亡车祸 十五岁的少年吴兆开车上路 撞死了三条人命 目前是在现在的最新的这个画面 这一名少年在做完了笔录结束之后 在警方陪同之下呢 一起到台北市的怀爱馆 要相遍死者的遗体 厘清死亡的原因 而这一名仗是少年的头压超低 他用双手遮住了脸 他表示呢非常的后悔 他现在想要道歉 稍后有更多最新的状况 将随时带您关注